你有看过《男女主全程》基本只有两句台词的爱情电影吗? 更奇特的是,这部电影的主角甚至都不是人类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却被很多观众誉为浪漫和美到极致 这就是第81件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机器人总动员》 未来的地球被各种垃圾覆盖 人类以及植物都没有了生存空间 于是人类乘坐飞船开启了太空旅行 留下一群名为蛙里的机器人清理垃圾 时间过去了不知道多久 地球上的垃圾依然无穷无尽 但蛙里却只剩下了最后一台 他依然心情地每天整理垃圾 但与此同时,他也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思维 他喜欢从垃圾中找到一些好玩的 或者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儿作为收藏 养了一只蟑螂作为宠物 爱在工作结束后观看人类留下的歌舞电影 蛙里的小屋是这个荒废的星球上唯一还有生计的地方 这天,一艘巨型飞船降落在蛙里的工地 赤热的火焰将周遭的一切融化 蛙里被吓得瑟瑟发抖 与此同时,一个从没见过的机器人被放到了地面 他通体血白的烤丝皮肤 没有任何连接件的完美身体 LED显示屏下的湛蓝色双眸 一下就俘获了蛙里 这个机器人不仅美,而且战斗力极强 随便一抬手就是一个小型荷包现场 但在蛙里眼中,这就是传说中的野性美人吧 之后,蛙里小心翼翼地尾随在这个机器人身后 笨拙的他总是养想百出 但高冷的他却视而不见 终于有一天 蛙里鼓起勇气向他介绍自己 而单单只是听到女神亲口叫自己的名字 就让蛙里有些不能自吃 女神也告诉蛙里自己的名字叫做伊瓦 为了躲避地球上可怕的风暴 蛙里带着伊瓦来到了他的秘密小屋 介绍自己的藏品 和女神一通观看最爱的歌舞录相待 一股莫名的温暖的感觉充满了蛙里的身体 或许这就是爱 为了博得伊瓦的欢心 蛙里把前不久找到的植物幼苗献给伊瓦 这可是这个荒联的星球上 几百年都不曾出现的东西 而伊瓦看到这颗植物后 像触发了某种指令一般 将植物收进身体 变成了一个保育仓 任凭蛙里怎么呼喊 也不再有反应 在之后的日子里 蛙里时刻陪伴在伊瓦身边 下雨为她打伞 沙尘为她挡风 用自己最爱的彩灯为她装饰 带她去看夕阳余晖 清理垃圾不再是我的指令 爱你才是 直到有一天 当初的那艘飞船把伊瓦接走 马里就紧紧的扒在飞船外面 跟随伊瓦上了太空 开启了一段 惊心动魄的宇宙冒险 本片子供应以来 就收获了扑天盖地的好评 在某半生的评分 至今还高达9.3 位列电影排行榜第15名 在2021年12月 还获选享受 国宝级文化作品的待遇 永久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可见这部电影的优秀 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动画的表现 人类命运的艰势 以及爱情主题的表现 分开来说 首先作为一部动画 机器人总动员 不是那种沉闷书教师的作品 正如开篇所说 本片的男女主人公 基本只有两句台词 也就是他们双方的名字 大多数的情节 都是依靠人物动作 表情 以及音乐来展现 简单的如同古早时期的动画一样 但这样的表现形式 却并不让人感到枯燥 随处可见的幽默感 让人在会心意向的同时 可以很快地喜欢上 这个傻头想脑的机器人挖里 机器人表现爱意的简单直接 也能让我们在电影中 看到久违的爱情的纯粹美好 另外 电影中无论是繁星密布的银河 还是残缘断壁上的夕阳西下 都极具美感 再搭配迪士尼一贯的可爱画风 机器人总动员 单从视觉上就已经是一部佳作了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第二点 对于人类名誉的揭示 电影中的人类从离开地球 就在太空中漂泊了700年 这期间人类向地球发送了无数次机器人 以检测地球是否适合生命生存 伊瓦就是其中的一批 而她也是唯一一个找到了生命迹象的 也就是挖里松哈德纳喷植物幼苗 太空里的人类生活在人造的虚拟自然环境中 但和录像带不同的是 这里的人类臃肿到无法独立行动 从出生起就生活在高度正能的机器座椅上 平日的衣食起居也全部由机器人代劳 甚至船长都已经忘了祖先们派机器人去地球的目的 这就引出了电影所表达的几个议题 第一 环保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 虽然不像电影中那样极端 这种垃圾也的确在蚕食我们的生存空间 保护环境其实是拯救人类自己 第二就是科技的发展到底是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 当各种机器逐渐群带了人类的作用时 到底是机器依附于我们 还是我们依附于机器呢 而当有一天机器有了足够的智能时 极度依赖机器的人类 还能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吗 就如同电影中 反对回到地球的飞船驾驶AI将船长囚禁一样 人类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而机器人总动员不仅提出了问题 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对于环境 人类自己造的孽只能靠自己弥补 不要想着有朝一日逃离地球 即使人类可以在外太空生存 但地球上加的归属感是无可替代的 而对于科技的发展 定义的态度是人类需要再一次的进化 从站起来到坐下去 再从坐下去到站起来 机器永远只是辅助 这个世界的奇妙 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美好 是机器永远无法让我们感受到的 把视野从各种机器离开 看看身边的人 握紧他们的双手 去跳舞 却爱上彼此 这才是人类最宝贵的独特之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电影中动人的爱情 玛丽只是一款最低级的垃圾清理机器人 除了把垃圾变成一个个小方块以外 她基本什么都不会 那她为伊瓦做了什么呢 把自己最珍贵的收藏 毫无保留地送给伊瓦 为了伊瓦这风挡雨 但这并不足以让伊瓦喜欢她 更重要的是 她愿意不惜一切去守护伊瓦的梦想 她可以为了伊瓦放弃自己原有的使命 随她上太空 可以为了伊瓦 不惜用自己脆弱的身体 去抵挡AI驾驶的攻击 甚至在更换了芯片以后 凭着伊瓦的名字找回记忆 这样的挖力不要说伊瓦 任何一个女生都抵挡不了吧 而就是这样纯粹的 简单到只要能听到你叫我的名字 让我牵起你的手就无比满足的感情 恰恰能给我们这些 看惯了各种乐恋狗血绝的观众 一股清澈的感动 这就是本片的魔力 如果说机械人总动员有什么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她这个一名了吧 那段时间总动员之风盛行 什么海底总动员 七收总动员等等等等 让许多观众以为 这部电影肯定是一部跟风之作 而就此错过了一部经典 所以借此机会强烈推荐大家 去完整地看一下这部电影 它所带给你的感动与思考 一定会让你不虚此心 关于机械人总动员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